臉書洩漏各資案 雪球越滾越大 臉書執行長祖克博神隱數天後 終於打破沉默 出面道歉 這是一大堆信心 我非常抱歉這件事 我們有一個基本責任的責任 保護人們的資料 如果我們不能做的話 我們不會有機會服務人們 祖克博還表示如果有必要 他願意站上國會聽證 對各資洩漏事件做說明 英國資料數據分析公司 劍橋分析被報利用臉書上的 心理測驗違法取得 五千萬個臉書用戶個資 還非法轉賣給第三方 藉此操控政治風向 在臉書上散播對川普有利的消息 讓川普打贏總統選戰 昨年Facebook 在網站上的每個動作都無意間 透露更多私人訊息 每PO一則貼文或是按讚 都將成為臉書的數據 如何保護隱私不受詐騙 第一 不要打卡不洩漏行蹤 第二 關閉朋友名單 讓第三者無法掌握你的交友情形 三 善用臉書掃讀工具 四 移除沒有用的應用程式 避免資料外洩 第五 移除已經不是粉絲的粉絲專頁 這樣就能保護隱私 不讓寶貴的個資洩漏出去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維羅 避免資料外洩